好安静的蟋蟀 在一个暖和的日子里 一个小小的虫卵 孵出了一只小蟋蟀 一只大蟋蟀摩擦摩擦翅膀 叽叽地说 欢迎 小蟋蟀想回答 就摩擦摩擦翅膀 但是一点声音也没有 一只蟋蟲很快地飞过 羞羞地说 早安 小蟋蟀想回答 就摩擦摩擦翅膀 但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一只螳螂拍拍两只大前脚 用很低很轻的声音说 你好 小蟋蟀想回答 就摩擦摩擦翅膀 但是一点声音也没有 一条毛毛虫从苹果里钻出来 一边嚼着东西 一边说 日安 小蟋蟀想回答 就摩擦摩擦翅膀 但是一点声音也没有 一只泡沫蟲 泡在泡泡里 吹着气泡 含含糊糊糊地说 哗 小蟋蟀想回答 就摩擦摩擦翅膀 但是一点声音也没有 一只蟋抓住树枝 尖声叫着说 晚 小蟋蟀想回答 就摩擦摩擦翅膀 但是一点声音也没有 一只蟋蜂在花丛中忙着 嗡嗡地说 你好吗 小蟋蟀想回答 就摩擦摩擦翅膀 但是一点声音也没有 一只蜻蜓从水面上滑过 呼呼地说 晚上好 小蟋蟀想回答 就摩擦摩擦翅膀 但是一点声音也没有 一群蚊子在空中跳舞 哼哼哼地说 晚安 晚安 小蟋蟀想回答 就摩擦摩擦翅膀 但是一点声音也没有 黑夜里 一只长蟋蟀悄悄飞过 四周没有一点声息 这只蟋蟀好喜欢那份宁静 长蟋蟀无声无息地 越飞越远 消失在看不到的地方 这只蟋蟀看见另一只蟋蟀 那只母蟋蟀 也是一只没有声音的蟋蟀 这只公蟋蟀 再摩擦摩擦翅膀 这一次 它为母蟋蟀摩擦出了 最最美妙的声音 我希望你爱听这个故事 现在把书合起来吧 让蟋蟀的叽叽叽叽 永远永远陪着你